这期因为内容很多,所以省去偏头 接续上期,这期讲解淮海战役第一阶段 1948年11月6日 素玉在察觉到国军部署南车后 果断发起淮海战役 当天,华野主力迅速南下 山东兵团攻占陵城、藻庄 第六纵队渡过颐河攻击码头 鲁中南纵队包围潭城 同时,中野主力占领桑丘 华野三纵和广众占领渔城 7日,中野主力继续追击第四随区部队 并将掩护国军撤退的181师包围于张宫殿 同日,山东兵团第十、第七、第十三纵队 分别由新杂子、万年杂、台尔庄附近强渡运河 第四纵队攻占P线并开始渡河 第八纵队由沟上级渡河 鲁中南纵队于当日戒灭山东宝安一旅的 王虹九部并占领潭城 华野第十一纵队向摇湾方向极尽 江淮军区两个独立旅 抵达土山镇以北 其余华野主力继续南下 按原地目标扑向新安镇 而此时的黄百桃兵团 原本是定于五日撤退 但临时化归黄兵团的 由海州西撤的四十四军 为了帮刘志收贩卖四盐的账 拖到六日才开始撤退 黄百桃派第25军和第100军 在厄湖附近接应第44军 直到七日凌晨 黄兵团才开始撤退 到了八日凌晨 黄兵团主力开始渡河 但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 黄百桃并未提前架设浮桥 导致第七兵团主力 加上原第九随区的非战斗人员 共十多万人 都只能通过一座铁桥吸撤 部队与部队之间互不相浪 桥面堵塞不堪 秩序大乱 有的部队为了抢先过河 甚至用机枪开路 打伤挤伤踏死 及掉落运河逆死者不计其数 这个局面大大拓卖了 黄兵团撤退的速度 到了中午 兵团部及第六四 第四四军才渡过运河 第二十五军和一百军 则撤之炮车镇附近 第六十三军在新安镇南边 掩护撤退 并计划由摇湾渡河 同日 我军第九重队抵达新安镇 只追击到第六十三军的一个团 此时我军虽然已经全速 追击黄百桃兵团了 但黄百桃毕竟比我军原计划 提早了一天一夜撤退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 黄百桃是能溜掉的 好在我军留了后手 当时驻防徐州东北的 第三随区的副司令 和疾风张克霞 是我党多年的地下党员 两人按照华东野战军的计划 在八日上午 率领第三随区第五十七军 及第七十七军的一个师 加一个团 共2.3万人 在甲汪台尔庄地区宣布起义 并将防区交给解放军 这使得山东兵团得以迅速南下 所以当树一得知第九纵队 在新安镇扑空的消息后 立即命令第七 第十三纵队 不带弹王命令 急速透过第三水区防区 直接南下抢占曹八级 堵截黄兵团 和激风和张克霞的起义 大大出乎老蒋刘志等人的意料之外 南军方面一片震惊 徐州脚总方面更是惶恐不已 刘志紧急命令秋里兵团 向徐州方面靠拢 并让孙元良兵团 由蒙城车子树县福利级一带 于是原本负责接应的李弥兵团 为等黄兵团接防曹八级 就直接撤回了徐州 平昂在这天晚上 树一向中央发出了著名的骑程电 大意就是由于全国战场的不断胜利 尤其是辽省战役的完全胜利 促成全国战局极具大变化 应该不失时机的使淮海战役 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 并建议破坏徐邦县铁路 不使敌人难撤 将徐州敌军主力全部消灭在长江以北 到了9日上午 毛主席根据华野和中野的电报 下达了淮海总决战的部署 并让中野主力迅速南下攻占速线 截断徐州国军的退路 到了深夜 毛主席再发电报 只是因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 借灭敌人主力 勿使难窜 自此 我军已经开始形成与国军 在徐州地区展开战略决战的计划 几乎差不多时间 11月10日上午 老蒋在南京召开作战会议 先是鉴于刘志指挥无能 重新让杜宇明担任徐州脚总副总司令 全权负责徐州作战 然后自己也亲自下场微操 给徐州发了一道树灰防灰督店 来直接插手徐州方面作战 这道督店可以说是极其离谱 招招致命 这里让UP11说明他的离谱之处 第一点还不算太离谱 只能反映出国军 尤其是老蒋对我军的部署是一无所知 老蒋还以为在徐州西侧的解放军 是华野第三、八、十三重队 也就是说老蒋还分不清我军的主力所在 第二条就很离谱 竟然让黄百涛兵团不要再撤了 原地固守 这道命令可以说让黄百涛兵团 最后逃跑的希望都破灭了 原本在11月9日 黄百涛兵团大部分人都已经渡过运河 抵达碾庄一带 当时由于撤退的慌乱 每等第44师殿后的两个团渡过运河 就炸毁了运河铁桥 来阻止解放军追击 只有第63军在由摇湾渡河时 被我军第1、第9、第11众队追上并包围 其实当时黄百涛主力如果要逃 还是有一丝机会的 但老蒋直接空头一道守令 让他固守碾庄 老蒋其实并不清楚解放军主力在哪里 还以为徐州以东的解放军并不多 所以他是计划让秋里兵团配合黄兵团 来个反包围 东西夹击 歼灭徐州以东的解放军 他的这个威操可以说帮了我军的大忙了 到了10日晚 第10众队已经抵达徐州东北的金山铺 大庙一带 第7众队抵达大许家黄极铁路一带 第13众队抵达树阳山 并于次日扶晓 与敌军先头部队的第100军第44师主力 在曹八级展开激战 经过一夜的激战后 我军全间敌军44师成功占领曹八级 扬弯方面 我军只留第1众队与敌第63军一对一作战 这里说一下 《亮剑小说》里李云龙参与了此次战役 并因此由团长直接升为师长 第1众队经过一夜激战 全间第63军两个师五个团 共1.3万人 第9和第11众队则继续渡河 并在11日 与北面的山东兵团于大庙地区成功会师 苏北兵团三个众队 也于10日经数千渡过运河 并于13日在大王级地区 逮到由虽宁撤往徐州的第107军 107军军长孙良成率军部和第260师缴械投降 拘捕投降的261师则就地见面 至此花叶将黄百桃兵团余部 四个军七万多人包围在了碾庄 这里说回老蒋的威操 都电的第三个也是最离谱的点 是让孙悦良兵团离开宿县向徐州方向转移 这个调令可以说为之后徐州国军的全军覆没 埋下了最大的伏笔 宿县是徐崩倩最重要的补给枢纽 可以说是徐州的命脉所在 原本孙悦良驻守宿县 加上原来的1480和交警两个统队 大约有五六万人 中野主力还不一定能够快速攻下宿县 但孙悦良这一走 宿县就完蛋了 其实刘志也知道宿县的重要性 当初把刘鲁明第四随区撤往蹦步的时候 嘱咐过刘鲁明留一个师住房宿县 但刘鲁明对此阳奉阴违 因为他的181师已经在前几天被献祭在了张公殿 所以为保全自身实力 并未遵守刘志命令 总之宿县之后被我军攻占 最大的责任还是在老蒋 观众可能会好奇老蒋的微操为什么会这么蠢 因为这些作战命令 其实都是我党特工郭鲁规制定的呀 当时杜鲁明其实看出老蒋的微操很离谱了 他自己回忆说 可惜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鲁规这个小鬼的摆布 自己鼓掌难鸣 如果争吵起来反而会失去蒋介石的宠幸 所以最后只能以复刑场的心情飞往徐州 而徐州方面的刘志其实也不太赞同老蒋让丘里兵团出击徐州以东的方案 刘志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巩固徐州 把所有兵团调到徐州周围围成一个圈 形象点说就是猪的战术 古今征战猪的战术 一再为人们成功的运用着 欲有攻击 便把屁股尾依着墙壁 让你抓不着尾巴 终于把它无可奈何 弄不好 尖牙利齿给你一口 咬住了就不放 女爱 你在说什么呢 我说总座高见 而杜宇明是当时唯一看得清形势的人 他认为解放军的目标总有主次之分 不可能到处都是主力 他根据自己经验判断 华东野战军的目标应该是黄百桃兵团 而不会直接攻击徐州 中野的主力也应该不在徐州以西 其主力很可能会南下阻击黄卫兵团北进 所以他的计划是这样的 毛泽东是用华东素育部中院刘伯城部 犹如一把铁钳的两个前头 开河自如 相得益仗 我可集中邱卿权 孙元良兵团 会和皇位兵团 共16个军 首先向西击破刘伯城的六个纵队 把毛泽东的铁钳 掰下半边去 然后回师向东 借黄兵团支援 合力对付素育 敲掉他的另一半 干 如果从上帝视角来看 他这个计划是赌队的 当时中野的任务确实有两个 一是阻击黄卫兵团 二是向东攻占树县 所以中野主力从八日开始 就陆续南下 到永城蒙城一带了 如果按杜玉明的计划 就算抓不到中野主力 起码也能保住速限 而且从事后来看 黄柏涛兵团可是坚持了12天之久 但这个计划对刘志来说 太过冒险 说白了 国军的情报能力太差了 杜玉明也不敢肯定 中野的主力是在徐州以西 还是在蒙城地区 所以最后还是只能执行老奖的方案 让秋里兵团向东救援黄柏涛 孙月良兵团守备徐州 还有没有稳妥一点的方案 那就是国防部的部署 以秋里兵团自徐州向东 营救黄柏涛 令皇位兵团向徐州寄进 群集一团弹求自爆 而中野从10日开始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 部署攻击徐凤县 具体部署为 以第四华野第三 两广重队向徐州 宿县段铁路攻击 以求揭灭孙月良兵团 并从南面威逼徐州 第三重队和第九重队一步 攻取宿县 第二第六重队 及一晚苏军区地方武装 牵制正向富阳太和地区 推进的皇位兵团 以第一重队位于 宿县西北地区为预备队 这个作战计划于 11月12日晚开始 中野主力两路进击 由于孙月良兵团 跑得比较快 所以北路重队 只在夹沟地区 截击孙兵团后卫的 第四十一军军部 及第122师 三千六百多人 14日 在敏贤级三铺地区 见面南车的第三随区 为参加甲王起义的 四千多残兵 南路重队则于13日包围宿县 并于15日攻入县城 这期间还闹了一个乌龙 老蒋并未预料到 宿县会这么快失守 15日 原本空投给宿县守军的 四千多把枪 和十多万发弹药 大部分都空投到了我军阵地 到了16日三时 宿县守军被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 玉碗苏军区地方部队 和玉西军区两个团 协同攻占了宿县以南的固阵 随着中野占领宿县 加入淮海作战 整个淮海战局迅速发展 此时我军参战的野战军 连同地方军 总兵力约60万 其战役规模战区范围越打越大 后勤之前任务浩大反重 必须统筹兼固 集中指挥 为此 11月16日 中央军委开会决定 由刘伯称 称义 邓小平 素育 堪正林五位通知 组成一个总签委 刘称邓 任仓委 邻居处置一切 小平同志 为总签委书记 这一决策 从组织领导上 保障了淮海战役的全胜 几乎同时 老蒋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 下定决心于解放军展开决战 徐州地方 这代大规模征战 无事于此 是非确诈 难以轮说 但 施加 无不足以道 正是在这个 古战场上 决定了 多少代王朝的 身衰姓王 痴心毕落 所以 古来就有 稳定中原之说 当年 先总理 令革命军 分三路 回合许州 心思不上 光复许州的第二天 轻敌见大四一曲 宣告退尾 民国十六年四月 也正是在 许州成交 我游行 清水 数十万减二 侦套不养军法 孙传方 张仲畅 打获全身 我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在 谈论着 相遇 被困 盖侠 仿佛这中原 古战场 对于我们 注定了 凶多计少 二十年前 我从许州 我从许州 踏上征途 开始了第二次 播发 中华 秋海 唐燕 谁归于 月同 本当本君 说道之初 民众 皆成欢迎 真口味 占尽天使 那种 薄薄圣迹 万物金发的境界 有在眼前 断断 而是年后 这里 竟止于一边 而为我的掌声 之底了吗 11月15日 老蒋收到 黄百涛奋战到底 不复军座栽培的电报后 激动的回电说 要立即飞赴徐州 亲自督战真援 虽然最后没去 拍了 顾祝彤和 郭鲁归 代为督战 同时进一步 调集兵力 投入 徐凤会战 将原来被撤销的 李延年第九随区机构 改组为第六兵团 指挥第九十六 第九十九军 和刚由东北撤回的 第三十九 第五十四军 另将刘鲁明的 第四随区 改组为第八兵团 指挥第五十五 第六十八军 并命令两个兵团 立即北上 重夺速线 另外也命令 黄维第十二兵团 到达复阳后 立即向蒙城 速线方向前进 自此 淮海战场上 国军总兵力 接近八十万人 无论怎么讲 回战兵力 使八十万对六十万 优势在我 六十万对八十万 这是一国夹生犯 夹生就夹生 也要把他持下去 就这样 双方统帅都投入了 所能动员的 几乎全部兵力 展开生死决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